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面可以说是波折不断 尴尬满屏 那么为了避免彻底的压错保 泽连斯基只能是憋屈一下了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面 前几天在这个泽连斯基的反复请求之下 终于是和特朗普见上了一面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曾经把和泽连斯基的这个会面是给取消了的 因为泽连斯基在见了拜登和哈利斯之后 跑到宾夕法尼亚州去参观了这个军工厂 这个举动实际上相当于是在帮哈利斯拉票了 那么于是特朗普就怒了 所以双方这一次会面一开始就充满了波折 那么最后在泽连斯基的万般请求之下 特朗普才勉为其难的答应 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 双方都是有着强烈的见面需求的 从特朗普这边来看 现在美国是大选的关键时期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对于泽连斯基的行为 特朗普强硬的反应 是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会被看作干预大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当中 任何影响选情的事情 他都不可能轻视 所以他必须要强硬的表达出自己的立场 但同时特朗普也非常的明白 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展现自己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备受关注的这个俄乌冲突问题上 和泽连斯基见上一面 能让选民看到他有处理复杂国际局势的本事 所以尽管一开始态度强硬 但是最后他一定是会答应来会面的 这也是出于他自身政治利益的一个权衡 我们再说泽连斯基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没有外部支持 乌克兰土崩瓦解只是瞬间的事情 那么和美国总统候选人会面 就是争取美国支持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么不管美国政治局势怎么变 乌克兰都不可能断了和美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沟通 所以就算是有惹怒特朗普的风险 泽连斯基也得行动起来 为自己来争取一个支持 那么说白了 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面 就是为了避免他彻底的压错保 万一特朗普上不台了 还能给自己留一个回转的余地 但是我们从两人会面的相关消息来看 即便是双方见面了 似乎也没能改变特朗普的一个态度 甚至已经很久没有被特朗普提到的 这个快速结束俄乌冲突的话题 都再次被他给抬了出来 那么这次会面可以说是泽连斯基 近年来最憋屈的一次见面了 泽连斯基在整个会面的过程中 显得小心翼翼 显得极为的尴尬 特朗普虽然最终同意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见面 但是双方关系紧张 在会前与记者的问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会面里面特朗普自顾自的说话 基本上是不看泽连斯基 显然是余怒未消 比如说特朗普说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如果自己当选能够很快的终止战争 还质疑乌克兰重建问题 记得泽连斯基是不断的插话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说明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矛盾分歧 其实是非常深的 不过我们说这次会面也不是一点成果都没有 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对俄欧冲突的解决进行了探讨 虽然具体的立场还是有差异 但是起码为未来的沟通留了一点空间 特朗普强调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协议 而泽连斯基也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成果只是表面上的 双方立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特朗普所谓的公平协议 是建立在牺牲乌克兰的各项利益之上的 而泽连斯基所希望的谈判 则是基于他的理想之上的 比如说将俄军全部赶出乌克兰境内 让领土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况 那么再者加上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 我们说乌克兰未来的走向应该还是一片阴霾 好了 那么关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面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